那么从现在的资金的被导向上面来讲 它肯定是在原有热点的一个延伸 通常来讲它是原有的一个热点延伸 然后去等待的市场有没有孕育新的热点 如果能够孕育出新的热点 它就会再发一些新的产品 这样再匹配起来 但是在没有之前 它基本上是在原有的 这些已经形成气候的这些方向上面的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看目前的A股市场 无非就几个资金的重点关注的方向 那很早以前根本就没有所谓新能源这条赛道 你看新能源这些票 除了说明的时代一来 就带着光环来的是巨无霸 是几个独角兽一起来的 其他的一些公司都在这个市场里头 都是可以说是存在的时间比较长 原来的影响力也不大 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政策驱动之下 整个行业起来以后 然后再加上股价涨上来了 资金介入了 这样的形成的一个影响力 新能源特别的明显 新能源到目前为止都特别的明显 现在几乎可以说 新能源板块是基金的最为重仓 和投入的资金规模最大的一个板块 这也是您的时代能够做到一点几万亿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有些基金公司 所有的规模都在一亿股以上 那一亿股就是五百多个亿的资金 一家基金公司就挣几百亿的资金在里面 那还不只是它 我们看的这个目前来看呢 就是基金的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呢 就是以昆昆这些为代表的 以白酒做基础 然后偏向应用的消费的 这个是从过去几年过来的 就是在熊市当中找到一种应对熊市 应对扩容 应对资金匮乏 等等这样一些的生存方式 就是以白酒 白酒很典型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 它是存量扩容 它没有增量扩容 对吧 那基本上呢 没有增量扩容 就是因为白酒的企业形成 它需要时间 没有时间的话呢 你也做不出一个白酒企业来 现在在厂外布局了很多 可能在未来呢 会有一些企业通过IPO 或者通过借客方式进来 形成的增量 那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呢 它是没有增量供应的 第二一个呢 白酒的企业呢 它通常的现金流会比较好 它也不太需要用现金去驱动 所以呢 它内部扩容的压力呢 也比较小 跟它成为反例的就是券商 券商呢 你看作为证监会的子弟兵 政策呢 它是会驱动它 不断的这个 把一些券商的这个拿来上市 尽管这些券商呢 有一个没一个 其实都没什么分别 对这个市场来讲 不是投资机会 第二一个呢 那券商只要上市了 它就会有大小肥大规模的减持 然后呢 就会有这个年年的 年年的这个融资 所以券商呢 它很不友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增量 非常的多 然后呢 它的股指提不上去 这样呢 投资的400率 当然就很高 那白酒呢 从过去来看呢 它是没有增量 它也没有太多的存量 扩张 第三一个呢 它甚至呢 原来连大小肥都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呢 都是地方国企 而且呢 这种国企呢 在当地呢 都有相当的势力 也轻易呢 不会有人去辩见它 所以呢 它是有这样一些 从熊市里头 走出来 抽影了出的条件的 这是白酒这块 那医药呢 其实也是 医药呢 就是 它有科技属性 然后呢 如果做得好的医药企业呢 其实是不但需要融资的 我们看经营优秀的医药企业 像恒醉最典型 上市以后 它 虽然它也不高分红 对吧 因为它股指比较高 它也不可能做到高分红 但是呢 你会看到 优秀的医药企业 其实它不太需要融资 法国融资的医药企业呢 这几年呢 当然 好像市场也很追捧 但实际上呢 这里头是 留有一定的 就是说 疑问点的 但一个呢 可能是行业本身 这个所处的 这个不同 它扩张区 需要走规模 需要不断的融资 那还有一些呢 它走的是并购的路子 需要法国的融资 做到市值 然后在场外呢 寻找低股指的标的 这样的 通过呢 这个扩张 做出规模 和通过呢 场外的收购 来形成的 赚这个套利 这个股指差 这类企业呢 相对而言呢 还不是最优秀的 最优秀的 还是不太需要钱 然后呢 总能够提升自己 这种是最强的 那么医药呢 在过去里头呢 它也赶上呢 就是中国医药的崛起嘛 所以还有呢 就是所谓消费升级 还有人民保障等等 这样一些因素吧 所以呢 它也是成长起来 所以呢 最早的吃药喝酒 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根深蒂固的 还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在激进当中 是最 最基础的一个门派吧 类似于扫灵国子的武当 这种类型的 这是一个 哈